何谓变身大作战 在草丛中悄无声息 突然变身大龙 随后跑到毫无防备的敌人身后 一巴掌将其拍飞 落地后再接一巴掌 将其打入防御塔内 以庞大的身躯震慑敌人 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可想而知 此时够一二人内心 是多么的恐惧和不安 经历完被大龙拍打后 还要被防御塔制裁 想想就觉得刺激 搞得我也想体验一下 被击飞的快感啊 后一你今天有福了 大龙时间还有很多啊 快去对面蓝区 来手混水摸鱼 来看看江子牙是多认真啊 我来了他也要憋足一个大招 看来人头的魅力果然不小 来达记你也来体验一下吧 很过瘾 说过了别跑嘛 你看这多好 我还交了个闪现 你现在可以告诉队友了 告诉他们对面那个最帅的大龙 没闪了 一说我没闪了 果然都跑过来了 我不能辨识又能如何 大招一样天秀啊 哎呀等一下等一下 二位大龙哥哥我开玩笑的啊 哇 点尾果然是急事语啊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 拿下小龙给了我七点能量 来个小子就凭你们两个 这假猪仔哪能跟我抗衡啊 来呀 互相伤害啊 来了个打击 无所谓啊 完全在我的掌握之中 又来了个关羽 依然不怕 我的猪仔可是开过光的 反手一巴掌击飞四个 然后一手击飞 观众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一打四极限反杀 哇 不是吧 最后这一个技能都不让我放出来 你们是不是玩不起 是不是不敢跟我抗衡 想不到我一世英明 居然输在了一招办事 我不服 来关羽你俩别跑 一起来看发福贼了 哎呀 真是计算的非常完美啊 把他们两个搞定之后呢 我又可以变身了 你说这事整的多不好意思 大家看这个江子牙多嚣张啊 以为自己在高地之内非常安全 当我面放大招 这怎么能忍 完全忍不了啊 直接过墙搞他 站在这休息休息 让他知道什么叫霸气啊 防御塔能奈何得了我这么有内涵的人吗 24-7 哎 其实也没有办法啊 队伍里有我这么优秀的人 是意料之中的 哈哈 又不要脸了 不要打我啊 好了来兄弟们 编身一下合影啊 漂亮这一局打的 下篇我试试一个兵不补能不能赢 我们下期见 拜拜